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在讲国语佛学班的视频里头 看到我们沃泰华协会副会长 顾运芳老师 顾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说我们讲人间佛教的修行 讲到石修歌 然后老师就问说 这个九修所教皆君子 但是如果身边有非君子怎么办 那我的看法是 我们身边其实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那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原则 真的说如果说话不投机半句多 能够深交深谈 我们就多交个朋友 也是善知识 如果觉得如果去互动 可能因为缘分还没有修正好 可能会有很多的摩擦 甚至于有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学佛 以我认识的顾老师 可能不为所动 不会苦恼 但是对方也有可能会苦恼 像这样子 我们因为理解对方 可能会有不愉快的感受 有的时候我们就稍微闭一下 就是说在缘分还没有修正改好以前 就避免太过这种互动太多 有时候互动就是变成 人家是越来越轻 但是有的时候缘分 我说没有调整好 就是越碰就越摩擦 这个恐怕是 并不是说 但愿说所交接君子 然后就身边就通通都变成君子 这个还没有到极乐世界 我们这里说婆 说婆 师父跟我们讲一半一半的世界 其中包含可能佛一半 磨一半 好人一半 坏人一半 那其实呢 这个比例上也不是一刀切 切得那么样的干净利落 这要看自己的供业所感 就是其实呢 外境是我们内心的显现 那所有这些也是我们业力感召而来 如果我们要改变外缘 其实就是改变内心的这个世界 你起心动念都在造业 所以如果这个练习看看 有的时候我们讲说 这个人世间不是讲八苦吗 其中讲到一个这个愿真会 爱别离 就是很喜欢的 偏偏就得要分开 那很不好的缘分 有的时候就会碰在一起 这个也是人世间的本质 其实我们学佛的人都通通都知道这些道理 就是每一个人结缘不同 因缘不同 过去生结的缘也不同 也不晓得是谁欠谁的 那还有就是 这可能是他个人的素养的关系 或者有的时候人家嫉妒我们 也会造成对我们的 可能看到我们人缘很好 怎么样 有些人心里也会不是智慧 总之好多种关系 但只要用智慧去看 总是有因有缘 不会无中生有的 那如果说可以改善 那当然是 就是创造一些解好缘的 他越不喜欢的 你就先少提一点 他要是这个 就是像大家一起 好朋友 就一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还可以稍微互动 那个人就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是原则上我觉得 外境是内心的显现 那外境有这一些 不是很合我们意 或者是说 会针对我们攻击 这些人来说 有时候我是会看回我自己 这只是告诉我说 我们的修行还没有圆满 外面还有这些人的存在 是提醒 也是一个逆争上缘 不知道老师的看法如何 总是呢 看很多种看法 那回归一句话 有佛法一定有办法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内心世界 修行越来越清净圆满 其实我们身边 真的也会跟着转变的 这是供业所感 我们也会改变他们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 是前几天 我不是讲说道场很热闹吗 合唱团回来了 这个彩排的人来了 要拿素食一卖的人也来了 其中就有一位 我们的很好的一位菩萨 他在问 他说 其实他看到 我们认识的朋友之间 有一位老菩萨 人很好很好 我说我都还记得 我记得 就是说 这老菩萨跟他的女儿 然后我记得我在 卡纳塔去讲演 社区图书馆去讲演的时候 他还请了 我当时 我出了两本书 他们请了 还要我签名 还一起合照 所以我说 我都记得这些画面 他说 他到现在 心里头还是很难受 就是说 这么好的人 这么精进的人 而且呢 他还告诉好多人 接引好多人 就是要好好地念佛 要精进 他修养非常好 总是很与人为善 很好的 有老人家 那么 就是一个 好像 好像 小感冒 不是很严重的病 进到医院 没多久就往生了 他说他到心里 到现在心里头 还是很 很不理解 就说 这么好的人 为什么会遇到 这样的事情 我的回答 我说 以我看 我们这位师姐 老菩萨 他修得真的是 很清净的 那就是因为 他那么好 所以 他其实也不必 在这个娑婆 这么辛苦 我说 留下来的 真的是比较好吗 那其实 他真的是 求人得人 求净土 得净土 他这样心心念念 我也觉得 是还有一点 有一点点挂心 可能是 家里头 有一点事情 还没有 真的完全 让他可以放心 但是如果说 我说 像我们 在这个娑婆 娑婆叫做 勘忍 真的有很多事情 是不能 尽如人意的 不如意识 十长八九 这是娑婆的正常 娑婆的正常 那所以 如果说 有人修得很好 这个 我们讲说 很年轻 或离开 或者是说 很好的人 我们看了 怎么这么早走 这样子 其实有两种情况 一种 就是 他的业障深重 这个罪孽很重 所以就 就随夜受报去了 那个就是 往不好的地方去了 另外一种 是修得很好 他在人间 已经没有负债了 就是没有亏欠什么了 他在 该还的还 该交代的也清楚了 该未做姻缘的 也都做了 就像这样 那所作皆办 所以 再来就下一站 就是自己要 进修的功课了 而且 如果说 他留在世间 他告诉好多人 要念佛念佛 大家真的听进去了吗 他也许想 哎呀 世间无常 这堂功课 大家应该会 更加的猛然精醒 这个世间无常 要及时赶快 念佛精进 我说这个 在我看 它是解脱了 就是 而且说真的 如果说 有的人生病 也病个五年十年 那实在是 真的很辛苦 但是 老菩萨 他要舍抱 好快 他不用在那里折磨的 我说 如果我们站在 他的立场去想 他那么欢喜 要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求生西方 他也告诉大家 大家精进 要争取 把握时间 那现在他 能够用 就是说 总是要有一个 离开的因缘 那个所谓的 一般我们讲 肉体的死亡 大家知道 我们的 这个法生会命 这个能量体 是没有死亡 就生命 其实是不死的 但是他 他要到什么世界去 他要住进哪一个 这个 怎么讲 四大假和的 这个臭皮囊 他修的好不好 这个臭皮囊 好不好用 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现在 真的 我刚讲 他该还的还了 往下一站去 是他心中所愿 所求的 西方极乐世界 那才是真正的 可以安居乐业 在那里 继续精进的地方 每一个人的发愿 其实不同 像有的人 他要发愿 曾经 我们一般 去往生住念 都会送 欧密陀金 但是有一位 年轻人 就跟我们讲 他父亲 一直交代 要法师来住念的时候 记得要帮他念 钥匙经 因为他是修 钥匙法门 他发愿往生 东方流离世界的 像这样的也有 那一般来讲 如果没有特殊因缘 我们还是 都是西方极乐世界 但也有祖师大德 你像玄奘大师 太虚大师 他们都是发愿往生 这个弥勒菩萨的 都帅内院 在内院继续用功 到龙华商会 到弥勒菩萨 要下身成佛 他们还会跟着一起来 现在先当弥勒菩萨的学生 在那里精进 所以对学佛的人来讲 其实往生 就是离开这里 往哪里去 如果随愿所成 自己的修行 功力够的话 就可以随愿所成 就可以往生 想去的地方 我说其实 站在对方的立场 是要为对方高兴的 我想我就是用Q&A的时间 回答我们两位佛光人的问题 给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看待往生这件事情 只要知道 他去的地方更好 他这个往生 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对我们来讲 站在我们立场 我们有时候不舍 不习惯 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突然 这么快 会有很多不明白 但是我想我们得要互换立场 就是说我们站在他的立场 去想 那你就会觉得 应该为他高兴的 不是吗 好吗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宝弥陀佛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